你把一些重點鎖定在 怎麼樣做太弱換強 如果你想要追所謂的強勢股 又該怎麼樣去操作 你手上有一些弱勢股的 是不是已經跌破月線了 就代表他是一個要走空頭的指標 那這個時候只要指數 只要股價有做任何的反彈 不排除您可以先獲利了結 假設沒有獲利的話 至少設一個停損點 把這一筆資金再轉往強勢族群 這可能賺的馬上就把你之前賠的 給討回來了 以前我們會覺得這個成交量 是一個參考的指標 但今天來看台股大漲了200多點 成交量並沒有想像中來的那麼大 並沒有到4000多億 目前的話呢 成交量是落在3100億左右 以目前整個台股的大盤來說 這個成交量算是還蠻健康的 對不對副總 對算是蠻健康的一個量 畢竟 你在今天這個量是比這個昨天 形成一個微虎的增量 那當然的話 我們是希望看到的是 你反彈是形成一下帶量 而且是補量 不要說是形成一下溫和的一個放量 那溫和放量 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前波那個高點那個量壓 等於說上個禮拜禮拜五 那個16041點 其實那一天這個量 擴到一個4300多億這個量 你說你短線上這一兩天的量 都只有一個3100多億 真的要去做到一趟的一個客戶 這是比較具有一定的一個難度 那重點是說 畢竟在以今天 我想今天整個一個盤面 漲的這個 我們就看一下今天這些強弱勢的一些標的 我們再來跟觀眾們做個分享 就是說以今天不管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2332這個台積電 有部分 以台積電在今天 他一樣 今天他量能 台積電量能今天只有一個5萬多張 那重點是說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的一個量 擴到到這個9萬4千多張 那相對於台積電 今天他這個收盤價 除了他股價已經實現做一個創高以外 那等於說在以上個禮拜禮拜五的最高點 625塊錢 今天收盤一樣是收上 那收上 我想在這代表的一個含義就是說 以在上禮拜五的一個量來到9萬多張 那今天居然用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量 就是能夠把這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量 要去做到讓客戶 這個我們就套用一句很簡單的一個話 這叫小量過大量 那小量過大量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代表就是說 上個禮拜禮拜五那一根 那根爆量 而且那一天其實也是創高 來到這個625塊錢 創高之後的一個壓回 在隨著這一兩天 今天 把今天這個收盤價627塊錢 已經把那一天 所有的人 只要那一天有買的人 到今天其實都全部都是獲利 代表就是說 以那一天的一個9萬多張的一個量 到今天為止已經形成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換手成功 那換手成功 當然的話 依然後續 後續 他就不需要再動用到那麼大的一個量 當然的話 我想以台 台積電的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態勢 持續性 再做一個不斷不斷做一個創立 高漲 這就是耳後 他這個唯一的一個道路 一樣持續性 都還會做到讓持續性創高 那當然的話 針對這種相對 持續性創高 尤其量沒有去形成失控 這些創高的這種強勢 個股 盤中有任何的一個壓回 都依然提供給各位 去把握住這個盤中的壓回 去做到他滿進的一個 一個一個絕佳的一個timing 那當然的話新年雙雄 像台積電是 我們不妨再看一下這2303 像這個聯電的一個部分 我想以聯電今天股價一樣 就是說 我們看下一張線索這個聯電的部分 就是說以聯電 今天我想盤中一度 今天收盤大概大漲6.75% 相對於他的股價 股價在今天13塊9 他也持續性 又是改寫一下這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那畢竟我想以聯電 這檔標定 等於說他在近期 大概經過大概一個多月的 一個平台的整理 那這個平台整理 我想在今天 今天他是成交量最大的一檔 那相對於就是說 他今天 以形成一個叫 放量 去突破掉 這個整理的一個 一個多月的整理平台 那當然的話 後續就以一個聯電的這個角度來看 各位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後續的一個聯電 一樣是形成一個叫海闊天空 因為畢竟 短線上 至少這 這最近這一年多以來 所有有買進聯電的投資朋友們 全部都是贏家 那全部都是贏家代表的涵義就是說 這個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叫做解套的賣壓 沒有解套賣壓 那當然後續 到目前為止 僅僅剩下就是一個所謂的獲利的賣壓 那當然的話 他只要在後續 形成一個 不斷不斷往上這個攻擊的過程當中 不至於去形成一個叫做 這個量能的失控 就是說形成一個爆量 收黑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 像以聯電這兩個股一樣 跟如同台積電一般 有任何壓回都依然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都可以來做到 這樣鎖定一個買進 沒錯 就是股價千千萬萬不要買在高點 一定要是回檔稍微修正的時候 他的股價壓回 加上沒有爆大量收黑K 這個時候其實投資人就要留意 他就是會是一個好的買點 與其我們每天在追他漲漲漲 還不如等到 忍住一下壓回的時候 再來佈局會是比較好的 而且其實不只台積電 聯電這些個股 包含像是 最上游的IC設計 哇副總 最近IC設計 只要聽到是跟IC相關的 您有準備好多資料 這些個股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強勢呢 我們就列舉 他的龍頭個股是245是連八顆的 我想連八顆一樣 就是說 在上個禮拜 他一樣股價來到這個899塊錢 創歷史新高的後續 那當然的話 創高那一天 形成一個一樣爆量 那爆量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也經過這連續三天修正的一個拉 就如董剛剛小畢講的 就是說你針對這種強勢個股 你不需要去用追價追高的 那剛好像 像以這個聯發科的部分 剛好前面三天 他創高量 出量之後也經過連續三天 量縮的一個修正一個拉回 那這個拉回 依然都是提供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們 你把握住這個 所謂的叫回撤的一個 買點的一個絕佳的一個 timing 那畢竟今天聯發科的部分 今天收漲個35塊錢 等於說 他後續大概 你過不久的將來 在這一兩天 他持續性就進入到九字頭 因為以現階段 他最高點是來到八九 那等於說 後續我想很多外資 針對聯發科的一個看法 都已經上調 那個目標價 往一千年以上 一千一一千二以上都有 那等於說 這個階段點 量能 都一個配合狀況的 想想不錯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前面三天 那一天 這連續三天的修正壓回 我想 你有把握住 這個買進切入的投資朋友 我想 今天這個大漲35塊錢 後續 都還會做到 實際性廣告 石油者一樣會做的續報 那除了像這個聯發科 那我們再不妨列舉一些 信息一樣很行的一些 一些IC設計的一些個股 包括這個4968的 像利基的部分 我想利基的狀況 更明顯 比如說他在前天 就是說在上個禮拜五創高之後 昨天做壓回 昨天壓回一天而已 今天馬上又形成一個 公到漲年版 下21線改寫下他的歷史新高 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他今天量 量能只有一個7900多張 我想就是他那個量 今天股價在做個重高 量不大 等於說 他今天這個鎖住漲平 相對應來講 花的利息並不大 等於說 他不需要用很大的一個利息 就能夠去做到一趟 直接的鎖漲平 這代表 以這檔個股 雖然現在是創力指新高 已經沒有任何幾套賣壓 那重點是說 連這個獲利的一個賣壓 都是非常非常的一個薄 輕薄 那當然 這種個股後續都依然 還會不斷不斷的 做個實際性創高的態勢 那立即是如此 像是3661 像四星KY的一個部分 我想 今天一樣又實際性改寫 他的新高 那畢竟 以四星KY他是 最晉級 這些IE4C 這些族型個股 他是最率先領先做修正拉回 一檔個股 那領先做拉回之後 我想經過這連續三天 到今天又是形成一個創高 那這個創高當然的話 我想這幾天 像四星KY今天量只有1000多張 那他前波 他的量 動輒都是8000多張 9000多張 那比如說 用這麼小的一個量 都能夠克服那些 之前的這種量 代表就是說 不管利基 不管四星KY 我想這個 他那個後續的一個 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賣壓 都是非常非常小 那當然的話 這些個股也都依然蠻值的 各位 你是做到長線的一個持有 長線的一個追蹤 那除了像相關在IC設計個股以外 不妨我們再看回來 這個像 股王這個大力光 3008這個大力光的部分 我想你大力光大概7年 大力光是指跌反彈了 跟前幾天的態勢完全不一樣 前幾天我們還在說 怎麼大力光 玉金光 這些鏡頭概念股 好像都沒有發光 但今天完全不一樣了 不管是玉金光也好 不管是大力光也好 今天都看得到一個指跌的訊號 而且是網上攻堅的一個態勢 副總是不是也是這樣認為 對 我想就是說 雖然沒有錯 他在昨天是做到創地之後 今天有反彈這個75塊錢 今天漲了大概2.7% 那重點其實我們在 透過這個股王大力光的一個 不管是台積電 不管是聯電的這種類比來講 畢竟等於是說 像大力光 他這樣個股今天雖然是漲 那這個漲大的話 他我們充其讓我們的一個認定 這個都是屬於一個叫跌身之後的反彈 那跌身的一個反彈 我想 我們就是說 你以這種形態的這種個股 各位你不妨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他昨天股價是做到創低 昨天最低來到這個2,770塊錢 那今天形成反彈 那彈上去我想 我問很多觀眾們你會問 就是說 後續大力光會不會是形成一個 所謂的叫V型的翻轉 怎麼樣子下來就怎麼樣上去 因為畢竟這個波段 大力光是從5000多塊上 一路修正下來的 那相對我想 我們就提供給各位一個操作的觀念 就是說 這種跌身的一些個股 他只要一形成反彈 一反彈的話 馬上就引動一個叫做解套的賣壓 那解套賣壓我想 現階段 大力光他的一個月均線 是落在3110塊錢 那後續如果說 談到這個月均線位置 因為月均線到目前為止 還是下彎 這是一檔很標準 屬於一個叫空頭架構的一檔個股 那空頭架構的一檔個股 你彈上去 彈到月均線的相對位置點 他月均線是下彎的 等於說你很容易 又是隨著他這個月均線的趨勢 往下壓回 很容易股價在形成壓回之後 那如果說這個波段 昨天那個低點 是這個波段的最低點來講 後續 最容易看到的話 衝擊量 你還會去打第二隻腳 打第三隻腳 會做到反覆反覆的打底 那所以說我想針對這種 你說你手中持有大力光的投資 你趁他這個波段的一個反彈 彈到月均線的相對位置點 碰到壓力過不了的話 他還會再壓回來 再打第二隻腳 打第三隻腳 這個狀況是像 一樣建議各位 你都真的弱勢的這種個股 逢反彈 你把它去做這樣持股的一個出脫 賣掉之後 再往這些我們剛剛講的 不管是半導體 這個兼演雙雄 這是包括像埃及設計 這些個股來做這樣移動 換股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會帶給各位獲利的效率